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海 现在呢 我在海南丹州的海花岛 这里呢是观赏日落的最佳地点 但是今天有点阴天 今天的气温呢是37度最高 距离呢是25度 然后虽然是在这种气温下呀 咽天的时候感觉和平常也一样 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热 前几天我下楼的时候呢 有一个大姨说 这下火了 太热了 但是我提感温度感觉还可以 那是海花岛的2号岛 放眼望去全都是房子 这个海花岛的房子呢 现在我所了解到的有几种 购买的方式 他们通过这几种方式持有这个房子 当然最稳妥的方式呢 还是买180栋之前的 有房罩的 然后直接过户到你自己名下 这是最安全的持有海花岛的方式 这个房产的方式 其余的方式呢 第一种呢是什么呢 买恒大的这个更名房 更名房 前几天我问了一下呢 是15000左右一瓶 这个更名房啊是恒大 当时建好房子之后呢 以这个工程款的形式呢 抵给了施工队 施工队的人呢 他要房子也没有用 就继续 委托恒大来继续销售 但那个房子呢 你更名之后呢 还是走一手 这种情况呢 15000平 虽然现在房本没有到手 但是呢 房本呢 在移动移动地向下半 更改到你名下呢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或长或短 这个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海花岛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购买了海花岛的房子呢 是买的二手房 二手房最低价格 我打听到可能地质七八千元一瓶 最高呢 可能是一万左右 这种二手房呢 字简呢 就是写一个协议 互相写个协议呢 交完房款 这个房子你就入住就来了 房子呢 还是原房主的名字 嗯 现在 大部分这种购房的呢 都采取一个压尾款的方式 一般呢 是压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的钱呢 到过户更名了之后呢 付送于房子的尾款 这种方式啊 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为什么说有一定风险呢 就是这个房子 未来也许会涨到三万或者五万一瓶的时候 这个时候 原房主不配合你过户 这样的话 需要再让你多拿钱的这种情况 很容易发生纠纷 所以说呢 要买房子 买一百八十多之前的呢 不动产证下来的这种 你直接就可以去过户了 但是前提你还需要有海南的购房资格 没有购房资格的话 肯定是办不了过户的 如果这种购买房子啊 就一定危险 有一定的风险 然后 这个风险的存在呢 就看这个房子的价值 如果房子要不涨价 还好说 它配合你过户 顺利地拿到尾款 如果房子一旦涨价了 甚至在封关之后 房子真正的暴涨了 这种方式呢 很容易引起纠纷 而且当时你们写的这个合同啊 又不被法律所承认 这种方式呢 虽然有风险 但是很多人也是这样买的 海花岛的房子呢 都带不了款 都必须要全款 现在暂时是带不了款的 买海花岛房子呢 能卖高城就尽量不要买矮城 能买看海的 就尽量不要买不看海的 这个高城啊 阳光好一点 也能更通风一点 除了位置 楼城高度 朝向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之前呢 有一个卖冰棍的大爷跟我说 这个他说呀 海花岛 如果选择的话 一定要选择一个带煤气 煤气的房子 他跟我说 他说 如果不带煤气的房子呢 用电池炒菜 他怎么吃的都不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管子 就是煤气管 有的工艺房子在 有的住宅在 虽然产权性质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能买到带煤气的呢 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起码来说可以用燃气热水器 然后呢 炒菜可以用煤气来炒菜 味道吃一来肯定是大有不同的 现在很多后女儿老人都飞走了 海花岛呢 略显冷清的 但是呢 看一个地方呢 你要看未来 如果能往前看那么一小时 你可以看到海花岛 离岸不远呢 建了一个大型的三家医院 疫情过后呢 这个地方 其实这旅游业中 全岛旅游 旅游业的兴起呢 这个地方将会有大量的游人 所以海花岛的未来呢 是非常令人憧憬 非常好的 有想在这里买房子呢 现在也许是最低点 超低的世界 但是呢 我不是卖房子的 我只是这么一种猜测 我觉得海南的房产呢 还是有价值的 这个海花岛呢 自己住起来非常舒服 圆区环境也很好 当你持有一个海南的房产呢 未来也许还会给你带来一些收益 这个都是我们看的是未来的一方面 好了 我今天呢就粗略的讲了一下 海淘化岛这个房子购买 这几种 其中呢 最好的呢 你还是买 已经下来不动产证的这种 直接去过户 你 以各种方式落户 是隐才隐进的 还是普通落户 取得购房子格之后呢 你可以来买这个房子 现在价格确实不是很高 在海南这个整体大环境 海口2万多 塞亚3万多起的情况下 这里 一万都不到的房价呢 确实很便宜 再是声明啊 我不是卖房子的 我只是想到哪里 我就说到哪里 把我的一些想法呢 给大家讲一讲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这个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吧 最美的夕阳啊 在海华岛前面就是一号岛 前面就是一号岛 在海华岛前面就是一号岛 在海华岛前面就是一号岛 在海华岛前面就是一号岛